打你我都觉得恶心 哪有一点配得起 行了 明天您正决离婚吧 四年前 你教室逃逸 我替你顶罪坐牢 现在我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嫌弃我是老眼犯 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 身为我江家坠婿 替我顶罪 应该感到荣心才对呀 为什么你会这样 你说你爱我 要和我生孩子呢 和我白头偕老的呀 行了 你不要太天真了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实话告诉你 和你结婚 还不是为了你爷爷留下的那些古董 我把它们都卖了 你 你们俩 老兄弟 我告诉你的秘密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姓无能 你结婚那天 饿多了 做兄弟的 不能看你不动房啊 我想着帮帮你嘛 别说 哎 嫂子真想 男人活成这样 还死了算了 他算什么男人 不过是一只无能软头龟罢了 正确的说 应该是一只丽毛软头龟 男人 废了他 我好累 我好累 成语 明节一破 风云解除 醒来 我身上的伤 全熬了 体内 感觉有一股脐流在流传里 这难道 是太上道经里能述的 灵气 爷爷 这本书里讲的 修真之法 玄妙道术 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但我感应不到 所谓的 灵气 成语啊 你命里呢 有一大劫 一旦过了这一大劫啊 便会开悟 一招入道 爷爷 我明白了 江语言 陈俊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等下 许南珍 江语言的小姨 他来做什么 上车 跟我走 去干什么 我还能害你不成 苏承宇 你在监狱里 两次差点被人弄死 是我暗中帮忙 你才能活着出来 去哪 酒店 这里是十万块 你先拿着 花完了 再来找我药 许姨 你这事要帮我 你也不先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配不配 那是为什么 你爷爷曾经救过我 我欠他一个人情 原来是这样 我做这些 是为了还你爷爷的人情 不要指望我帮你报仇 自己窝闹 谁也帮不了一个废物 我的仇我自己报 不需要你帮我 就凭你 你现在一无所有 有那个本事和胆量吗 正因为我一无所有 所以我才无所畏惧 只要我能报仇 我什么都敢做 你敢睡我吗 你说什么 我说 你敢睡我吗 她是黑道老大红枝男的女人 如果睡了她 就是给红叶带绿帽子 和红叶为敌啊 我不敢 我不敢 不出所料 果然是个 我 对了 听江一言说 你还是个性无能 看来果真如此 你不仅不敢 还是个无能的废物 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睡你吗 我去看看到底谁不敢 你 谁说他不信 折腾了我整整腰了身体简直了 看什么看 让我去 我怎么这么许一摔了 复雷是一百万 拿着他离开临江市 这事暴露了 你我都会死得很惨 许一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我决定了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就你 现在的你 不配在我面前谈情说爱 更不配 让我做你的女 许一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都配得上你的 天地有灵气 所谓修真 便是以呼吸吐纳之说 吸纳灵气进入身体 从而改变身体 这是 天地已经形成一块气团 这是进入练气井的标志 爱上道经主说 普通资质的人 需要静修打坐几年时间 才能凝结气团 进入练气井 而我几分钟就做到了 难道 我是绝世奇才 这里的天地灵气 还是太稀薄了 得重新找个地方 好好修炼才行 苏承宇 你这个废物怎么在这里 你该不会是跟踪我的 你还真是够恶心的 兄弟 这两天我就不找你了 你明天抽个空 到民政局和语言把婚离了 你个废物 要是没来 我就叫人把你爷爷坟跑了 拿他的骨灰 饭饭喂狗 你敢斗爷的坟 找死 敢骂我 看来昨晚对你下跪祸 还是太惊了 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要不然 我打断你的手脚 让你做个真正的废物 道歉 该道歉的是你们 现在给我下跪磕头 等我找你们复仇的时候 说不定 还能跟你们留个局 阿隽 阿隽 这条穷狗满嘴喷粪 真是臭死了 快给我好好叫醒他 那就我自己来了 你 耍我是吧 啊 站好了 住手 不许欺负我哥 放心吧 有我呢 笑笑 爷爷 你看那里有个娃娃 可怜的孩子 他是被人遗弃的 爷爷 他好可怜啊 我们可以把他带回家吗 可以 以后啊 他就是你的妹妹了 给他取个名字吧 他笑得好可爱啊 以后就叫你舒笑笑吧 一对废物兄妹 简直可笑 你们这对狼狈为家的狗男女 恬不知耻 还可笑呢 阿隽 给我撕了他的嘴 好嘞 来呀 来呀 什么 哥哥快跑 白天修炼的地方 灵溪重臾 我已经修炼到了 炼气精二层 但还是太慢 只有赶紧突破到第三层 才能有完全保护笑笑的能力 晚上的时间 也不能浪费 我再出去修炼一会儿 哥 你去干嘛 我去买瓶水 很快就回来 你快睡吧 好 那你快点 就是这儿 那小的人呢 不管的 先把这牛带走 你 别乱瓶 你 放开我 开上 那小子没找吧 好 发起来这个小牛 你可以自己的送什么来 啊 陈军 你真不要脸 以前你穷的都快吃不起饭了 是我爷爷帮的你 你现在竟然合交毒服 勾当成见 陈军 你这个卑鄙无耻下流 万负义的小人 哎呦 你们找死什么 完了小人 小人 这鼻子长得这么水亮 这么白白掐死 是不是太可惜了 大不如先给兄弟们玩吧 有道理 弄死他太便宜了 不要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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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子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 成语哥哥 哥哥快见我 喂小小 你去哪了 他在这里 成眷 我警告你 你敢说笑笑一根手指 我杀你全家 我不仅跟我他手指 我还动了他全家 别怕 你妹妹的身体 真的很弱 很热 陈军 你这个畜生 我要杀了你 想杀我 好好来啊 西郊同德路的废弃工厂 我只给你二十分钟 没话 你这水灵灵的妹妹 你就没命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哥哥 你想对我怎么样都可以 对你怎么样都可以 对不对 不行 这样就没意思了 我得等你哥哥来 然后当着他的面玩 今天怎么样啊 不要这样 还是陈上会玩 你这种畜生 放了我妹妹 陈上 我杀了你 我放你吗 还想杀我 我叫你来 就是让你亲眼看着 我们怎么走的 你妹妹的 打钻他的腿 还愣着干什么 你不是练过吗 揍他呀 洛小言 你别过来 过来我弄死他 esz儿 陈俊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放手 给我机会 我给你机会 把刀捡下来 把自己绞进挑断 不然我弄死他 别动手 听你的 快点挑断脚尽 离魂 哥哥 没事了 我都好疼 你对我做了什么 心情还是太低 情形动了神势力量 杀敌一切 此寸八百 陈俊 我们今天 得算出账 救命可杀人了 现在知道很救命 正宇 我们都是兄弟 不错了 别杀我 兄弟 你给我戴绿帽子的时候 你欺辱我的时候 把我当兄弟了 你对我妹妹下手的时候 把我当兄弟了 我狼心狗肺 我是个小人 我滚银鞋交了 余哥 我错了 余哥 我把交易还给你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你不要杀我好不好 余哥 我现在知道错了 现在错了 我给过你几万 你不珍惜 现在求呢 完了 你去死吧 宋长远 你别过来 过来 我弄死他 陈俊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计划 放手 给我机会 我给你机会 把刀捡起来 把自己绞尽挑断 不然我弄死他 别动手 听你的 快点挑断脚尽 离婚 哥哥 没事了 我都好疼 你对我做了什么 心情还是太低 情形动了神势力量 杀铁剑 子孙八百 陈俊 我们今天 得算此账 救命 可杀人了 现在知道喊救命 正于 我们都是兄弟 不错了 别杀我 兄弟 你给我戴绿帽子的时候 你欺辱我的时候 把我当兄弟了 你对我妹妹下手的时候 把我当兄弟了 我狼心狗肺 我是个小人 我们一切交了 云哥 我错了 云哥 我把交易还给你 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你不要杀我好不好 云哥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给过你机会 你不珍惜 现在求了 完了 去死吧 救命啊 哥 等一下 杀人可是犯法的 对对对 这一动手 就没有回头路了 别吵 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我真的不想再看你去做了 这人卑鄙无耻 我不杀他 他一定会伺机报 我不报 我不报 我不报复 我发誓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报复 你放了我 我以后要做你的小弟 我做你的狗 说得对 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垃圾 毁了我们的幸福 谢谢一个 谢谢一个 死最可命 我最难逃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你不要动他呀 这姑娘还能疯回去 爸爸 舒承玉 你让我陈家绝后 我杀了你 第七二层的境界 还是太低了 我得赶紧突破到第三层 这人杀戚好强 阁下是 十 后 金 陈家请我来杀你 知道我来杀你 还愣着不跑 是吓破胆了吗 杀我 我倒是想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经底之外 学了点三脚猫功夫 就不知天高地厚 知道内进吗 内进高手 承玉啊 这世上还有一种修行方式 就是一武入道 练武比修正难得多 需要日积月累 外练精鼓皮 内练一口气 在体内磨练出一种强大的内进 被称为内进高手 一旦打起来 就连刚入练气境的修饰 都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我现在还是练气二层 我怕还不是这样的对手 不能答应 现在知道怕了 完了 小子 还没死 怎么可能 别杀我 我师父是招宠 你杀了我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 我管他是谁 你要杀我 杀你 真逆协助人手气血 强行提升力量 当真霸道 只是副作用也大 气血翻涌 轻则损伤根基 冲则寻灭 不行 这赶紧找回安全的地方疗伤 哪里最安全 许姨 对 我得去找许姨 南辰你就陪我喝点吗 我最喜欢你 林大小姐 我说过很多次 我的取向正常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不管怎么样 南辰 只要你能陪着我 跟你喝喝酒 聊聊天 就已经很满足了 雪姨 你在哪 我在出见酒吧 谁啊 听这是个男的 是不是又有男人纠缠你 是我的一个亲戚 不可没听说 你和哪个亲戚有往来 南辰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亲戚吧 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 等等 我记得他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 外甥女的老公 听说还是个老改犯啊 南辰 你怎么会和这种人渣又来往 怎么能成这样 是陈家请了个 叫石破金的人来杀我 谁 石破金 南辰 他是谁啊 很厉害吗 赵冲的大弟子 林江道少 赫赫有名的内境高手 赵冲 又是谁啊 林江 十大宗师之一 石破金是三品内境高手 他出手杀你 你是怎么逃掉的 我杀了他 你说什么 你把他杀了 你就吹吧 内境高手一根手指头 就能碾死你 确实 内境高手 可不是寻常人能对付的 嗯 嗯 喂 学姐 刚收到消息 赵冲的大弟子是破金死了 真死了 力道好强 真是活生假实的内境高手 我写的根筋不落 不能和他硬碰硬 想跑 无聊 这种废物也值三千万 陈伯雄那皮肤是不是老糊涂了 对了 那我们还有个女的要处理 看正月 长得还不错 我就让笑笑了 不行 我得拦救他 我不能死在这里 赶紧欣了 洗招 可如果我已经招惹到内境高手 他一定要杀我怎么办 我便教你一招保命之术 这招后患极大 不要轻易使用 但若真要有不张眼的内境高手 非要赶紧杀局 那就用出来 让他明白什么是 千万之别 千真万确 师姐 你现在在哪 红爷让你马上回家一趟 我一会儿就回去 走 我先带你去休息 南枝 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 我可没见你对谁这么上心 不管你是 苏承宇是 这里很安全 你先休息 放手 别早起 不要离开我 嗯 嗯 嗯 老娘今天都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让南枝这么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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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小帅 果然是个小白脸 今天 我就划破你的脸皮 看你还怎么扣引我家南枝 嗯 嗯 我得赶紧洗手离器 只要上身 。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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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уде死了 嗯 好温暖 好磅礴的灵气 这是 我的上身已经痊愈了 我的境界也突破到了练习其三层 真是阴火得风 啊 滚出去 出身 昨晚我不是有眼 哼 苏承宇 我和你没完 红爷 你找我 你来晚了 林初雪喝多了 被他纠缠了一会儿 不是跟你说了 解决掉他吗 林初雪的老爹 可是林江首富 不听话 换个人当首富便是 这算得了什么 红爷日理万机 这点小事哪敢劳烦你 红爷突然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 我听说 赵冲的徒弟石破金死了 是谁干的 你不知道 杀石破金的人 是你的亲戚 苏承宇 苏承宇 这不可能啊 红爷你打听打听 他就是个废物软弹 是个上门女婿 被人戴了绿帽子 踩在脚下都不敢还手 怎么可能杀得了内进高手 你在帮苏承宇开脱吗 我帮那个废物干什么 我只是觉得不可能 赵冲也觉得不可能 正在调查事实真相 你有什么想法呀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是冲着赵冲去的 毕竟惦记十大宗室位置的人 可不少呢 我这棋局下得如何呀 许一怎么不接电话呀 算了 当务之急是找些药材炼药 稳过刚刚提升的炼器三层境界 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身边的人 这些药材炼药品项还不错 但冲击量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年份 要卖一千万也太夸张了 周行长 这株灵芝呢 年份是一百年 这株人参呢 年份是两百年 至于这株飞龙草呢 这年份租千年呢 本来是本店的镇店之宝 不想卖的 不过 看在陈神医的面子上 那我只有忍痛割爱了 周行长 这一千万已经很便宜了 周行长 你的病情你知道 这重病还需重要来业 钱可以再赚 可命呢 只有一条啊 你的病没有这么严重 不用吃这么好的药 不知天高地厚 一派胡言 周行长的病 是老夫亲自诊断的 不吃这些药 他撑不过三天 那只能说明你医术不精 放肆 老夫行医数十载 医人无数 黄毛小儿 难道敢侄老夫的医术 神医息怒 你气坏了身子 年轻人 你说的这么肯定 那我得了什么病了 你这病 一看就是中毒 而且 是药卢 你最近是不是吃了大量的山参 梨卢和回春草 你怎么知道啊 这些药草本来是用来治病的 但是混在一起 就成了巨毒 一派无言 偶屁不通 小小年纪 还敢自称精通药语 这些药 混在一起的效果 难道 我会不知道 这抓药的师傅 难道他会不知道 我开药铺几十年 我开药铺几十年 这些药放在一起 又毒这个说法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周航长 你千万可不能 被这小子 给蒙蔽了呀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你们俩是串通好的吧 一个下毒 一个卖药 真是好算计 周航长 你就容这小子虚口喷人 还是周航长 你不信我的医术啊 如果你质疑我的医术 老夫 告辞了 陈生怡 又来了 陈生怡 救我 周航长 还找我干嘛 这小子自信满满的 你让他试试吧 试试就试试 好舒服 就像在温泉里一样 身上也不冷了 心脏也不疼了 我咬了吗 这怎么可能 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来人 给我拿下 周航长 饶命 饶命 好大的胆子 你们何就过来骗我的钱 还给我下毒 周航长 都是我一时糊涂 费了钱的 小小姐 请您饶了我吧 神医 你是真正的神医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饶了我吧 你需要什么 尽管提 是啊 周航长 你 你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周航长 我们店里的东西 你看住什么了 你尽管说就行了 好 把你们店最好的药材 拿出来瞧瞧 有记住青年人参 当药就能炼制出来了 这颗人参 可是货真价实的 价实千万呢 没药难没有 是便宜你了 还敢跟苏晨医提钱 我不敢不敢 苏晨医 这是一千万 一点心意 千万不要推辞 谢谢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点钱不算什么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周家的座上宾 有什么需要随时开口 我有求必应 随叫随到 好 那你帮我在黎江边 找一个幽静的院子吧 好 于恩 听说你那个窝浪费老公 长本事了 把陈俊都打得重伤住院 哎呀 周哥您说错了 那苏晨医算个什么东西啊 和陈俊一样 都是废物 比不上周哥您啊 一个手指头 我啊 就喜欢周哥您这样 威武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老公 算什么老公啊 你这软头绿毛龟罢了 我让他跪下 他绝不敢站住 周哥您别不信 我现在就把他叫过来 给你开开眼 你叫别人 情怀疑更重 加上千年人生炼制的丹药 转转一天 我的境界已经巩固在炼器三层中极 去连后期也不远了 他还敢主动找 试试我给算账 江炎 你这水性洋花不知廉耻的毒妇 陈俊刚倒 又找了个新的屁头 苏承宇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这窩拿肺打伤我弟弟 还让苏孝小那贱人碰我干水 今天我就好好和你算算账 好 那就好好算算账 江炎 我替你顶罪 你却撤我坐牢便卖我爷爷留下的家产 今天我就让你把苏家的全部东西全都吐出来 周哥 这小子碎口喷人 你快帮我教识他 放心 交给我 不过是一条狂吠的废狗吧 你算什么东西 这儿没你说好的份 你不认识我 我爸 周朝明 他吓死 临江商业银行行厂 我周家家产数十亿 废狗 你跟我的差距 你一辈子都想象了 周朝明是吧 巧了 那就让他亲自来教训你这个不孝子 我没听错吧 你觉得我爸能认识你这种废窝 你是不是害怕我 想找帮手 怎么着 看谁摇的人多 喂 带上家伙事 过来 废窝 你叫的人呢 不会是怕了不敢来吧 还是说 你和你的朋友一样 都是那个软淡绿毛鲑啊 周哥 动手 打死他 混账 你敢动苏神医一下试试 逆子 给我跪下 周叔叔 这苏承宇不过是个刚出遇到要改犯 哪是什么神医 你该不会是愿错了吧 闭嘴 轮不到你这个贱人说话 哼 给苏神医特头道歉 你老糊涂了 让我给这个窝囊废可都道歉 混蛋 给苏神医出言不许 我打死你了 打死你 我特重病差点死了 你在外面花天九地 现在还冒犯了我的救命根神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周家出汗 别打了 我知道了 快去 苏神医 我有眼无处 求你高台会手放我一马 周昌明 刚才我叫你过来的时候 他说我叫的人是软淡绿头盔 真是个大孝子 逆子 逆子 行 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好好教训 我不想再见到你 行了 带上你的人 给我滚 快走 好了 现在该清算我们之间的账 你不过是走了狗使运 刚好认识中行长罢了 你得益什么 算账 苏家的钱我就不还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还能把我杀了不成 你以为我不敢 你别乱来 我小于许男子是红业的女人 你敢动我 就只和整个林家黑道作对 许姨 你觉得 她会为你撑腰 孙 小于 苏忠宇这个王八蛋要杀我 你快来救我 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与我无关 听起来 许姨并不想帮你 还有什么考赏 一并叫出来 下一拳 可不会歪了 帮过我 苏家的东西我都还给你 我爷爷留下的遗物中 有一幅风月花鸟图画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去找找 明天能找到 我只给你一提时间 明天上午看不到东西 赶索花鸟图 赶索花鸟图 初哥 你一定要帮我 我帮不了你了 但是我可以推荐一个人给你 谁 十大宗师之一 赵冲 苏程宇 我要的东西 带来了 苏家的东西 我全部卖掉换了钱 放在我的银行卡里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还给你吗 做梦吧 找死 赵大师 救命啊 摘业商人 这人是内进巅峰高手 傻狗 还是这么蠢 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和你见面吧 我约你过来 就是要取你狗命 赵大师 他就是苏程宇 快杀了他 不错 有两下子 小小年纪已是内进高手 足以称得上天才了 石破金死在你手上不冤 不过今天 必死 能在我手下过这么多招 小的 看来我低估你了 连我自己都低估了自己 练习三层的实力 和之前简直就是天壤之品 若是石破金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一招就能杀了他 就算是内进巅峰 也未必是我的对手 只见识了我三成功力 就得意起来了 天真 是是这一招能接住吗 不肖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鬼灵 你不是内进舞者 谁告诉你我是内进舞者 你才是警地之蛙 站住 再动一步 必死 不要杀我 承宇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知道错了 那你倒是说说 你都做错什么了 要是说了好的话 我可以放过你 我不敢让你帮我顶线进监狱 在我机场的份上 你饶我一命吧 饶了你 开什么玩笑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我在你这里受过了所有屈辱 我要百倍放还 跪下 爷爷 当初是我不敢 不听您的劝阻 非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还要逼着您跟我们当见证人 今天 我把她带来了 当着您的面 我和她离婚 往日的情犯 再无半分 快给爷爷道歉 爷爷对不起 爷爷我知道错了 是我姜语 爷爷对不起你们苏家 我知道错了 我答应和重语离婚 求你饶了一条小命 爷爷宅心人后 肯定不愿意看到我杀人 况且 这毒费放过程度错 就这样杀了 反而便宜了她 侯总 你肚子什么 我给你下了符咒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都要过来 给我爷爷扫墓上香 要是少一天 我就让你尝一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好 我知道了 那你找的那幅 风月花鸟图呢 那幅画 已经被我卖给 红尘拍卖行了 我昨晚去问过 他们不让输回 只能在三天后的 拍卖会上 通过竞拍的方式 把它卖回来 拍卖会 许一 你可算是来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检验 红振亭已经洗衣洗了 让他抓到 我们都得死 许一 我现在已经有能力 保护你了 今天啊 十大宗师之一的赵冲 想杀了 结果被我反杀了 赵冲是你杀的 嗯 没想到 你还有这本事 我的本事 许一你还不记住 走一什么 就这点水平 还想挑战红振亭 还差十万八千里 红振亭比赵冲还厉害 他本人的功夫我不知道 但赵冲 在十大宗室里面 排行木木 其他九个人 都比他强 而他们 都是红振亭拆钱 我得走了 你以后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从来没有见过 不要跟任何人说 你杀了赵冲的事 许一怎么了 没事 记住我的话 实力还是不高 不过 还是先去参加 两日之后的拍卖会吧 周行长 你在这里做什么 啊 我在等一个人 谁这么大面子 竟然让周行长 您亲自来 这鸿胜集团的安保 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连出租车都放弃 苏设一 您来了 来 里面请 苏设一 今天要拍买的东西 都在这上面 除了你指名要的 风月花鸟图 还有两样东西 您也会看兴趣 这种黄金芝是上好的炼丹药材 芝是玉佩 看起来像是爷爷提到过的灵 若是真的 对我的修炼大有好处 诸位 拍卖会正式开始 我们的第一件拍品是 千年黄金芝 起拍价十万 请出价 二十万 三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还是周行长大气 听说他身患重疾 这是想买药回去救命的 你的消息已经过时了 我听说了 周行长的病 已经被一个年轻的神医给治好了 神医 难道是他身边那个 你什么时候 见过周行长 对别人这么客气过 这株灵芝 想来也是周行长 买来送给他的 他怎么在这儿 好啊 今天我就给你好看 两百万 林家大小姐 她怎么突然颤合一脚啊 继续出价 两百五 五百万 过去 五百万 五百万 这么多呀 我看你还能出到多少 她是冲我来的 五百万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千年黄金枝 全国也仅有这么一株而已 怎么 还出价吗 哎呀 要我说在这儿啊 没钱啊 就不要来什么拍卖会了 呀 我最闻不得 你这种垃圾身上的穷酸气了 林家大小姐 请你说话客气点 就算是你父亲林正勋 在这个地方 也要给我周某人几分薄面吧 周行长 我可不是针对你 我说的是你身边那我 苏承宇 苏承宇啊 那个出了名的窝囊坠血 听说他一穷二白 买瓶水都得看他老郭的脸色呢 怎么让这种穷鬼混进来了 一千万 一千万 哪来那么多钱呢 我的天 这位先生 请你不要胡乱出价 我们的拍卖会是需要验资的 苏先生是我周家的贵客 他今天所有的出价 都由我周某人买单 出价有效 一千万一次 李小姐 我们预算只有八百万 别冲动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次 成交 恭喜苏先生 拍得千年黄金 这股穷三气 好像是从林家大小姐身上 自己散发出来 给我等着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件拍品 白日红欠双龙文配 起拍价一百万 请出价 有灵气缠绕其上 果然是灵 若是佩蓝在身上修炼 十万功倍 两百万 八百万 一千万 挑衅我 又一千万 太豪横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林大小姐这么吃饼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次 成交 恭喜苏先生 拍得白玉红沁龙文配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件拍品 风月花鸟图 起拍价一百万 请出价 就是他 爷爷生前最喜欢的 一千万 我出两千万 爸 可算来了 初雪 刚才就是你 是我林家穷孙 出价 三千万 林兄 给我个面子 前面的东西 已经算了 这幅画 是苏家的 他是一定要拍到的 给你个面子 刚才你们俩 欺负我女儿的时候 可没给我林郑勋面子吧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这里他就拍卖场 想要东西 拿钱来拍 怎么不吭声了 这刚才不是很神气吗 我告诉你 这幅画 我拍到手 立马给他烧掉 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 也别想得了 不必这样吧 林小姐 看在我们有过一段缘分的份上 我帮你个忙 胡说八道 些什么 林家家主是吧 你命不久矣 你胡说什么 这小子竟敢诅咒 林首富 也太有了 以为自己攀上周朝明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他没看到周朝明 在林正逊面前 抬不起头的样子吗 你好大的胆子 敢威胁我吧 这不是威胁 而是陈述事实 你把脚步虚幅 头顶黑气 探似武士 实则行将旧末 强撑而已 放什么屁 我爸明明身体好得很 什么事都没有 苏先生是个神医 我的病就是他治好的 他的话 绝非空穴来风 林兄 你恐怕是真的病了 有没有去做过检查 苏先生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既不说话 苏神医 你刚才说的不错 我真的是看了好多医生 都查不出来具体病因 就连林江中医泰斗 陈昌普也束手无策 陈昌普是个骗子 苏神医才是有本事的人 好 苏神医 你真有本事治好我的病 我不仅向你道歉 还把那幅画送给你 就连你今天晚上 在拍卖会上所有的开销 全部由我买单 当做赔礼 好说 怎么样 难治吗 难治倒是不难治 不过 这不是病 更像是阴气入体 你最近是不是去过 什么阴气很重的地方 阴气很重的地方 没有 我一直都在城里的 那就奇怪 我先帮你去除阴气 就知道你这个王八蛋 没按什么好心 好 今天我就心仇旧恨一起算 雪儿 你这是干什么 爸 他就是个骗子 他不仅骗了你 还骗了我 他不是骗子 他已经把我的病治好了 你看 苏先生 林某有眼不识泰山 先前多有得罪 管家 把礼品给呈上来 这三样东西 一点心意 还望苏神医笑纳 客气了 说起来 我和你林家是有缘分的 胡说八道歉什么 谁和你有缘分 你和雪儿年龄相当 倒也般配 爸 你别乱点鸳鸯谱 都跟你说我不喜欢男的 是啊 以前你的任性 也就算了 今天这事 必须挺我的 下次再不挺我的话 你就别想出门了 不用你管 你 苏神医啊 让你见笑了 我林正薛 就是一个女儿 平时骄纵惯了 其实我也有一些责任 难道说 苏神医和小女之前就认识 有过一些交流 那真是太好了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见到 雪儿对一个男人如此上心 你和雪儿如果能成的话 我们林家是十分高兴的 扯远了 扯远了 对了 苏神医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还请神医指点 什么事 最近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林家上下都特别倒霉 就连出雪前几天回来的时候 都双目无神 跟丢了魂似的 林小姐的情况我可以负责 至于其他人 听你这么说 再结合你身上突然出现的阴气 难道是破祖煞 破祖煞 你们林家祖坟的位置应该极假 是一个风水宝地 所以啊 才能够服幼后代 升官发财 可若是祖坟被人破坏 家学变凶学 灾祸就会降临在子孙后代身上 此位破祖煞 还有这样的事 苏神医院 我们都是外行人 什么都不懂 能否辛苦您走一趟帮我们看看 我最近很忙啊 罢了 就当是 还小雪一个人情 多谢多谢多谢 真不知道你给我 把关了什么迷魂影 竟然信了你的鬼话 要我来陪你 我们家祖坟就在前面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敢搞鬼 信不信我打死你 住手 林初选 长得比照片上水灵 说 谁派你来破坏我家祖坟呢 我说我饶不了你 想知道 那你可听仔细了 那位爷姓洪 名叫洪振婷 你放屁 洪振婷是我林家的合作伙伴 我还得教他一双红书呢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林家不过是 红叶脚蟹的一条狗而已 说起来 红叶派我来杀狗 还是因为你呢 林小姐 红叶的女人 也是你能碰的吗 就因为林初雪 天天缠着血液 洪振婷就要用这种阴狠 手当把整个林家灭掉 太蛮横了 不管怎样 你先把我林家祖坟复原 否则我杀了你 不可能了 我先在山后挖沟 断了你林家祖坟的风水龙头 又连交了七天的黑狗血 凶血已成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不可能再改回来 林家一个月内 必亡 杀了你 你来得到强 我正好拿你的脑袋 去跟红叶投赏 小泉 赵忠实你什么人 他竟舍得把这绝招传给你 这东西还要学吗 看一遍就会了 苏承宇 杀了他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效 你小子年纪轻轻就有这份功力 天赋不错 若你现在跪下磕头拜师 我倒可以考虑考虑收你为徒 你配吗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你可知道我是谁 十大宗师我排第八 赵忠不过是内境巅峰 而我已入三品大师境 什么十大宗师 在我看来 你们就是红震亭脚下的十只狗而已 给脸要脸 你找我死 按照爷爷的说法 武者大师境行神兼修 招式威力比内境强出数倍 已算是入道 我现在虽然已是炼气四层 但也不能答应 灵剑军 这灵剑军 不愧是炼气四层才能使用的杀招 威力果然强大 这混蛋这么厉害 是他总是都被他一招秒了 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 从此之后 我们两步相见 告辞 等等 你现在走了 我临家祖坟怎么办 你就要好人帮到底 把风水恢复了再怎 你刚才也听到了 你们家的祖坟被完全的破坏 想要恢复 难如登天 所以 得加钱 你要什么 尽管开口 或者 你要什么古玩字画 我们家的收藏随便你挑 我要你再陪我一晚 可以吗 你说什么呀 混蛋 四母 开玩笑的 你们家的祖坟啊 我可以帮你恢复 至于这次的报酬 就当你签我一个人情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传说中的神仙吗 这人家的风水大运又恢复了 这潘红记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红爷 红爷 刚刚收到消息 潘红记死了 潘红记死了 谁杀的 还在杀 或许是因为 我最近太仁慈 属于管教 手下 也变成废物了 让任大师 见笑了 无妨 只是这临江城 最近刮起了一股妖风 红兄可要当心了 妖风 是因何而起啊 红颜祸水 这幅画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爷爷生前为何把她当宝贝 遗书里还交代 我一定要把她收好 林初雪是谁啊 她就是 和我盯婚还委屈你了 你这个渣男 顺路 想他再替我走人 小小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可以解释 好啊 我听你解释 那你就告诉我 你和那个林初雪 到底睡了没 好 我知道 小小 妹妹 一个人呢 妹妹 一个人呢 哎 别走啊 裴哥玩会呗 滚开 保安呢 保安 哎 呀 看来 你还是舍不得哥呀 不想走 那就一起玩呗 我去看看 哎 你不要命了 谁能来救你啊 那可是贺边 谁哥玩 你知道他记得是什么 红颜庭 欺负我妹妹 找死 哥 你还把敢打我 住手 雪衣 你不能动他 他是红爷的外甥 那又如何 看他这副德性 七行八十 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女孩子 像他这种畜生 该打 你敢打他 就是公然挑战红爷 就凭你这三鸟猫的功夫 能和整个林江黑道对抗吗 实相点 怎么 还不服气 借你个胆子 朝这砸 敢不敢 不敢是吧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原来也是一个废物 就你 也算得了男人 雪衣 怎么会这样 放开他 他病得很重 需要马上救治 她是我舅舅的女人 就算她死了 也跟你没关系 你算什么东西 昏 闭手 已经走了 走了 你干什么 徐 你别乱动 我再被你疗伤 马上就要好了 苏承宇 你说大话的毛病 能不能改一改 你什么情况我不清楚吗 什么时候又会医术了 我一直会医术 从小爷就给我看医术 变白草 只是之前我 我什么我 变不下去了是吧 许一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就算你会医术 你也治不了我的病 你的心脏病 在普通医生看来 也许是不治之症 但是在我看来 就是小病 江语言告诉你的 我跟他早就离婚 恩断义绝 他怎么会告诉我 是我刚才给你 把脉的时候 摸出来的 胡说八道 许一 你当着贺兵的面 把我带走 我不赶紧回去 向洪震廷解释 你我都会死 许一 担惊受怕的日子 你还想过一辈子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的心脏病 才会越来越严重 你以为我 想怪这些破事吗 你以为我愿意 在洪爷面前 摇尾起怜 你以为我愿意 过这样的日子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少在这说大话 你先别着急 小心我 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因为我是修仙者 这是什么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涌入我的心脏 这是天地间 最精准的灵气 普通人侥幸吸收一缕 便可延年一哨 用它来治你的心脏病 彻处有余 这样可以吗 修仙者 吸天地之灵气 夺日月之精华 有为常理 若是让别人知道 特别是那些修武者 他们必会视我 为眼中钉 肉中瓷 因此 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连孝姐姐说 那你为什么 告诉我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 我有能力做到说的一切 不管是治病 还是摆脱红阵体 治好了 心脏不疼了 那能不能再告诉我 你是怎么成为修仙者的 好 那我慢慢跟你讲 原来如此 不过你啊 还是太容易相信人了 连你同窗共枕的女人 都会害你 更何况 是我这个 只有一夜情愿的女人 我爱你 这次 我不会再看错人了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洪振亭那方面不行 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碰过我 那 在酒店 那是你的第一次 第一次 我已经祭拜了 十大宗师里的 赵冲 潘洪记 再给我几天时间 让我突破了当前禁忌 就算是十大宗师一起上 我也有信心获胜 若是让人知道 赵冲和潘洪记 都是你杀的 那恐怕 你也要被排进 十大宗师了 我才不喜欢 去哪 去找洪野 你还找他干什么 他这个人 背景极大 深不可测 我暂时还脱离不了他 这件事情 我们还得从长记忆 在这之前 在家乖乖等我 喂 你要的那几种 名贵中药材 还有上年头的玉琪珠宝 我给你找好的 什么时候过来的 你派人送过来就行 哟 你这是求人帮忙的态度吗 送去这些玩意儿 可换了我好几千万 好歹 你请我吃顿饭吧 行 餐厅你定 好 苏承宇 你是 我与小灵啊 你不记得我了 高中的时候 我们就坐前后排 好久不见 你 你在这吃饭 来正好 走走走 我们一起 我约了个人 约人怕什么呀 今天正好是我们几个高中老同学小聚 你都认识的 别想跑 哟 这不废物坠绪吗 出狱了 赵家豪 咱们的老班长 还认识吧 现在得叫赵总了 他开了个武馆 生意做得可大了 我听说你刚出狱 江家就把你赶出门了 我的确是离婚了 这么多年 江语嫣可算是想通了 他当年可是学校的校花 当初放弃我选择嫁给你 我看他真是瞎了眼了 你离开了江家 又刚出狱 这日子应该挺难过的吧 找到工作没有 还没有 那还不快敬赵总一杯 他心情好 说不定给你安排个保洁的工作 你就不用每天在外面喝西北风了 就是 我们都在赵总的武馆 当教练 一个月好几万的 我们那儿的要求比较高 别说教练 就连武馆的保洁都要大专比 苏承宇 好像只上了高中吧 我来当保洁 怕你赵家受不起 怎么跟赵总说话呢 要不是看在赵总的面子上 你连个当保洁的资格都没有 无聊 来都来了 一杯酒都不喝 是不是不给老同学面子 喝完才能走 这么爱喝去 你们自己喝 干嘛 找死啊你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敢在这里撒野 你今天要是能站着走出这个门 我跟你姓 我倒是想知道 这是谁的地盘 说出来吓死你 赵总的二叔是十大宗师 赵冲赵大师 赵冲 赵冲已经死了 你瞎说什么胡话呢 赵大师可是内进高手 就算你死了 赵大师也能活得好好的 赵总 你说对吧 苏承宇 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大师真的死了 那我们怎么办 不管 还有这家餐厅 都是在赵大师名声下 才开起来的 吵什么 二叔身亡 我赵家也倒不了 告诉你们吧 我已经找到新的靠山了 谁 林家大小姐 林初雪 她正在和我谈合作呢 林家就是那个林家首富 不愧是赵总 拍上林家 飞黄腾达了 听说那林初雪 还是单身 我们赵总年少有为 英俊帅气 他呀 一定是看上你了 那是当人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娶到林初雪 成为新的林家首富了 林家大小姐 你怎么亲自来啊 你谁啊 苏承宇 为什么不在外面等我 我可是找你老半天了 苏承宇 为什么不在外面等我 我可是找你老半天了 遇到几个老同学 林小姐 我赵家豪 上次谈合作 我们见过的 是你啊 正好 把楼上武馆的钥匙给我 武馆我都打扫好了 保证干干净净的 林小姐 您真的不需要销炼吗 我对练武的事情 没有兴趣 对了 以后武馆的事情 全部汇报给苏承宇 送你的 林小姐 您这是 这还不明显吗 以后啊 这赵氏武馆 就归苏承宇了 这个名字啊 以后就改成苏氏武馆 送我武馆干什么 我可不要 你现在是十大宗师之一了 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堂口 十大宗师 对啊 今天刚刚发布的榜单 那赵冲和潘红记 已经落榜了 新补了两人进去 你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你的排名第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什么意思 林小姐 有所不知 这废物坠血 一无是处 凭什么能登上高手榜 就凭赵冲和潘红记 全是他的手下败将 这还不够吗 就是废物坠血 怎么可能 嘴巴放干净点 苏承宇 我看 你的这几位同学 不怎么样 都是一帮势力 之前就这样 这么多年过去 还是没力 走吧 真的 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我看你就是脾气太好 才会惹得这么多苍蝇 也是 既然这样 那就让他们找个教训 没问题 佳佳 十大高手榜更新了 赵冲和潘红记落榜 苏承宇冲到第八名 苏承宇 听说苏承宇是个废物 我对苏承宇的了解 都是听亲戚的传言 况且前几天 已经和姜宇坚离婚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吗 前几天在酒吧 我看你和苏承宇 走得很亲密 他还把你抱走 看你一夜未归 我被你气得突发心脏病 正好苏承宇 把我送到姜宇燕那过了一夜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红爷解释清楚了 放屁 怎么和许一说话了 抱歉许一 对不起 是我太冲动了 不过 冰子说的也没错 男之 你是我的女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一个男人走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割 抱歉红爷 是我考虑不周 你跟苏承宇真的没有关系 红爷 男之不敢 好一个不敢 你和苏承宇发生的事 我都知道 你以为我老眼昏花了 我没有 还不说实话 我就掐死你 我真的没有 早说 看你刚才心虚的样子 还真的以为你们有一腿 好了 没事了 你身子弱 这两天 你就不要出去 好好在家养养 同志李明昌 杀了苏承宇 好 练剧自走的境界也鼓鼓 照这个速度 只要半个月 我就能突破到练剧武藏 红阵天要杀你 你快躲起来 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肯定是红阵天发现了什么 怎么办 我该去红家找许义吗 还是听他的 先暗兵不动 红家的情况 许义最清楚 还是暂且相信他的判断吧 喂 初雪 找个地方把笑笑藏起来 这段时间不要来找我 我要闭关修理 此地是方圆百里 灵气最充沛的地方 又偏远无人 我就在这修炼到练剧武藏再说 许义 等着我 李大师 都找过了 没人 跑得还挺快 他的家人呢 他妹妹也消失了 但他前期被我们抓到了 白小杀我 我可以帮你们找到苏承宇 我可以帮忙 但你要帮我先解除符咒 什么符咒 苏承宇在我身上吓的 他说如果我敢违背他 他就让我生不如死 还符咒 只是一个刺青罢了 这种江湖骗子的把戏 你也信 什么 好 苏承宇 你敢耍我 大师 你稍等 我这就把他骗过来 喂 苏承宇 你在哪呢 你快回来啊 有人要把你爷的坟 他们 他们要把你爷撑过杨慧 什么 我马上过来 等等 江湖那毒夫 怎么会这么好心提醒我 爷爷的墨在城西 他却在城东 而且那是江边小院的位置 你现在在哪 还能在哪 在你爷坟前 江雨嫣 我给过你机会 你不知悔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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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真去刨了你爷的坟 把他的尸骨拿出来喂狗 你是谁 李元苍 李元苍 高手榜排名第四的李元苍 好 号称宗师 却只会使这种不入流的卑鄙手段 你若有胆 便站出来 躲躲藏藏的 这别怪我心很手辣 走 去刨了苏家的坟 坐下 李元苍 你又站便站 三日之后 临江边 我与你一站 好 三日之后你再不出现 你知道后果 三天之内 必须将境界提升到炼器武藏 按现在的修炼方式是不可能的 我需要更多的药材和领悟 什么 还要 不是钱的问题 是临江市 所有装药坡和古董铺 都被我掏空了 我实在是没有了 你等等 爸 李元苍要杀苏成员 他们约了三天后决斗 李元苍 那看来是洪振亭 要对苏先生动手啊 那怎么办啊 赶紧和姓苏的撇清关系 林焕风 你什么意思 还能什么意思 洪业要杀苏成员 我们若是帮他 就是和洪业作对 和洪振亭作对又怎么样 他想灭我们林家 你是不知道吗 那不过是潘洪记的一面之死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跟洪业解释清楚 家主 洪业对林家的不满 都是因为林初雪而起 我认为 应该让林初雪 去洪业府上磕头认错 认凭处置 说什么 你让我把我的女儿 送给洪振亭 告诉你 这不可能 家主 大局为重 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林初雪 还关系到林家 上上下下几百号人 触弄洪业 林家所有人都得死 家主三思 真不明白你们在怕什么 苏承宇可是天上的仙人 分分钟就能把洪丞厅拿下 他若是真有本事 怎么不见他就干掉洪业 见识不妙就躲起来了 分明是只缩头乌龟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 苏先生都是我们林家的恩人 苏承宇不是要更多的药材和零食吗 我倒是有条路子 可以带苏承宇去取 什么路子 说来听听 鬼市 那个地方鱼龙混杂 诡异莫测 如果让苏先生去 那岂不是让他身处险境 正好可以试试他的本事 若是连这点危险都解决不了 弹河对抗红眼 里面就是鬼市了 进去后跟紧我 少废话 快带路 怎么样 有没有看上的 都是假货 外温一定都是假的 好货都在里面呢 走吧 都是刚出土的 保证 这是 瘸蜂猪 在罗曼深处掩埋千年 才能产生的东西 迅寒真龙之灵奇 对销炼大有弊异 苏承语 苏承语 不愧是杀手榜排名第一的灼鬼 这招请君入瓮可真是高明啊 林焕丰 竟敢背叛林家 还不快放了苏先生 否则我去告诉我吧 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你们放着红叶不拉紧 要把柱压在这个废物身上 完全是自取灭亡 我这是在救林家 到时候 林正群只会跪在地上泄我 林焕丰 我看你是当狗当酒了 爬不起来了吧 你这个畜生 你太不快 苏承语 你敢乱动一下 我杀了他 一魂 苏承语 放开我 再敢乱来 我就杀了这个女人 怎么 想赌一把 小苏的 你要不想林初雪死 就断了自己的手 苏承语 别管我 出来 杀了他们 战前攻后的算什么男人 这个女人 性子好烈啊 是啊 临江出名的汉女 能不烈吗 就是可惜了这张帘 这好吧 我有秘制的乱魂伞 给他服用几点 保证他变得百依百顺 乖巧听话 这好多钱 多少钱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掉 等你回到林家 当上林家家主 还用考虑钱的事 好 还不赶紧动手 竹子用来泡水 举半杯 就可以让一头牛 兴奋到血管暴力而亡 他居然一口吃下去 出轨 动手 大哥 我输错了 在我和红震亭之间 你选择压住红震亭 压错了 运毒服输 我现在告诉你 堵住就是你的命 苏承宇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是神仙吧 苏承宇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时魂就灵气太深 时间吞运 竟然承受不住 带我回家 坚持住 我现在就去把 林江所有的声音 都叫过来 没用的 医生就不良 那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才能帮到你 青梅暴敛 鸡骸俱散 已经没得久了 你快走 一旦凌历失控 小心牵连到你 我不走 你是因为我在 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就算拼了命 也要救你 快想想 一定还有办法的 你要什么样 我都帮你去找 快想想 别光摇头 对了 你之前 不是也有一次 重伤快死了吗 后来 你是怎么好的 你 我 我做了什么 那天晚上 你别管我 你快走 帮我照顾好笑笑 你都什么时候 还想着别的女人 你醒了 我帮你熬了药 辛苦你了 没事了吧 没事了 多亏了你 我将吃魂猪的力量 完全吸收 不仅没事 实力还大幅提升 真的吗 那可以打过李源仓了吗 我听说 他可是二品大师 我不知道 二品大师 有什么手段 不过 要用一批药物 将境界巩固 我相信 没什么问题 我已经发动了 林氏集团 所有的人 去找药材 可是 符合条件的药材 寥寥无几 苏晨一 又有杀术上门了 不 是朋友来了 苏晨一 听说你需要药材 我跑了一趟省外采购了一批 希望你能用得上 这批药应该够用了 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苏晨一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点钱算什么 再说 红阵亭欺压临江多年 无人敢反抗 苏晨一如此的胆色和勇气 周末不胜敬畏 他嚣张不了两年 你们放我出去 我要去找我哥 大小姐 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的 你起码要告诉我 我哥到底干嘛去了 十大宗师排名第四的李源苍 向他发起了公开挑战 明天就要开打了 我哥怎么可能打得过十大宗师啊 你也觉得打不过 那他既然敢应战 应该是有把握的吧 我哥的功夫 应该是在监狱里学的 虽说进步很大 他们的满算 也就学了三年啊 才三年 那谁给他的胆子 去挑战李源苍的 您先进去吧 您先进去吧 亏大了 早知道他是个愣头青 才练了三年的舞 赌了一万块钱 怕事情没回来了 早就跟你说了 要压就压李源苍 赔率不高 他们赢啊 现在赔率多少了 一赔五十 这么多啊 那如果苏晨宇赢了的话 我岂不是可以赚五十万 别做白日梦了 他要能赢 买彩票都比他高 小姐 快下去看看 灵气无测 成了 你妹妹出事了 别管我 我要找我哥 别拦我 我哥有什么问题 我教你们好看 小姐 我们先去医院好不好 我不去 哥 对不起 我们是真没想到 他会直接跳楼的 不怪他们 是我太担心你了 放心吧 很快就没事了 我的腿 好像不疼了 我的脚 我的脚能动啊 哥 太厉害了 这已经骨折的腿 就这么好了 这神仙手段啊 你哥啊 现在很厉害了 放心吧 我能打败李源苍 可是 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 我们逃吧 我要是现在逃了 会有很多人为我而死 我必须要打败李源苍 推翻虎阵体 好了 别想那么多 这几天屋子里太闷了吧 哥带你出去散散行 好 哥 你这是太厉害了 对了 哥 明天就要决斗了 要不 我们早点回去 好好准备吧 大战再急 稍微放松一下 明天状态更好 嗯 好 呦 车去哪啊 想跑路 让开 好啊 走了 买两把铲子 挖了苏家的祖坟 你再说一次 我说 我要去挖了你爷爷的坟 把他的尸骨拿出来喂狗 横幅棺材出来 正好明天给你收尸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倒是你 只是个会嘴硬的软蛋 废物 来啊 给你个机会 朝这儿打 哥 别冲动 他可是红振亭的外甥 嗯 小妹妹倒是挺吃食物的呀 只要你陪我一晚 我会让我舅舅放了你 找死 我答应 没关系 反正 明天等你死在擂台上 你妹妹照样是我的 放心 我会好好疼她的 哈哈 你敢打我 就打你啊 正大已经看清楚 我到底敢不敢打你 我舅舅不会放过你的 老大 你现在觉得 我敢不敢杀你 我错了 说你 别杀我 别杀我 回去给红振亭带句话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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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就算了 明天我自己去说 怎么 还担心 索仲宇啊 她的生死 又我何干 没那么严重 今天这场比试 只是杰卓 不分生死 什么 那小子 三番四次的挑衅我 让他这么死了 就便宜他了 摧了他的死肢 拔了他的舌头 让他生不如死 如何呀 难知啊 你知道吗 你这样的时候 最美 哈哈 我决定 把他养在你的房间 你不是喜欢他吗 这样 你们就可以 长久在一起了 啊 哈哈 沈大师 之前 不是听说 这临江城 有一股妖风吗 在哪啊 消失了 消失了 哈哈 该不会 是逃跑了吧 哈哈 哈哈 苏承宇果然还是怂了呀 我就知道他不敢来纵死 他不来 赌局撤销 那我压在鲁原仓身上的一百万 岂不是白亚了 废物乱蛋 我该被挖祖坟 承宇 逃得远远的 千万不要来 还以为 真能掏出我的手掌心 权令下去 把苏承宇抓回来 要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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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洪震婷 我送你的礼物还满意 苏承宇 你找死 我的命救在这 有本事 就过来吧 皇爷 是杀 还是留活口 过来他的四肢 是 这就是二品大师的实力吗 实在是 太书了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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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忘 我丁 呀 啊 啊 死 死 не nein 真的 你再一次 再接不住 我 接下 你 啊 啊 啊 是元凤 十大宗师排名第三 他一手急方迅雷剑 早就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这出神鱼也就会些拳脚功夫 肯定不是元凤的对手 那是 不用留手 直接杀了他 是 你是我见过十大宗师里面最紧致 我不蠢 你若真是不蠢的话 就不会给洪震亭当狗 现在离开还为时顾 坐着 天真 连元凤也不是他的对手 又是一招 这家伙逃跑了 别浪费时间了 让你那些藏在暗处的人都一起出来 那是十大宗师排名第二的李恒和排名第一的安红铁 这苏承宇今天一个人要把十大宗师全部挑翻吗 我赶时间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我赶我两名高手 此次的武学天赋当真恐怖 假以时日只怕会变成蛟龙 好在他还年轻 不知道唐恒提和李恒两人都是一品大事情 一品二自寻死路 可惜啊 任大师 此话何意啊 这种天才不能为我们所用 难道不可惜吗 任大师 你曾经说过 十大宗师在你这儿 都入不了您法眼 难道这小子 和那些庸才比吗 可完全不一样 和他们二人之力竟然也不是对手 难道他是 洪振廷 接下 轮到你了 许一 我答应你的事我做到了 今 我就要光明正大地带你回家 苏承宇 我低估你了 你竟然是个修仙者 也是 有劳任大师了 镇压这小子 表示一桩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过同道种人了 他也是修仙者 我 破 破了我的镇魂诀 看来你已经修炼到了炼气五层 小小年纪能有如此修为 当真不俗啊 是 人间虫 和你一样的修仙者 不过你我的竞技差距 真是天差地别 天差地别 我能感觉出来 他的竞技竟然比我高一层 但灵气精准都并不如 拼上性命 可以一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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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两 你只有炼气五层 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究竟是成何人 成云 其非剑 这世上有少数物件 吸收了天地灵气 便会化为灵物 修仙者将灵物带在身边 以自身精气激烈 使其脱胎换苦 便称之为灵气 灵气很厉害吗 修仙者的战斗中 一进灵气 往往能决定战局 尤其是威力强大的灵气飞剑 可凌空欲见 千里杀人 能逼出老夫的赤削剑 我承认你有些本事 老夫惜财 收你为徒 如何 答应他 这人身份神秘 实力恐怖 连红阵点对他都无比尊重 任他做师傅 也不算责辱了你 人大事有惜财之心 是好事 但此次性情狠辣 雅兹必报 只怕阳火为患 一人不用 勇人不疑 我看此次重情重义 倒也做不出 岂是灭祖之事 大事仁义 苏承宇 愿意拜你为师 快 快 小师傅 留到青山在 不怕眉山上 先过来出关再说 我这一门讲究天人合一 你需斩断樊根 了去尘缘 你既已磕头拜师 我让你 斩了这个女人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女人 只会饶你道心 乱你因果 这就是你孱弱的原因 我让你 杀了 许南枝 那我要是不傻了 不傻 那就与我师门无缘 可惜啊 可惜 给你拼命 承宇 答应我 要好好活下去 许 许南枝 求死 我错 绝佳的成员训练材料 我头儿 这个女人 让你亲自来杀 住手 承宇 别管我 这是剧毒 病麻毒 你必死无疑 任大使 你没事吧 我 需要时间 运功排毒 承宇 我也是护车 我杀了他 别管我 你快跑 许 我答应过你 要带你一起走 许南枝 你疯了吗 这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了 为了他 你不要命了 不爱他 你以为他能逃得了 给我追 抓住苏生云 赏金千万 我没认错的话 那是林家的人 林长 找死 什么 苏先生救出来了 好好好 不不不 不要带回林府 找个安全的地方 把苏先生安置好就行了 对对 对 爸 为什么不让他回来 不是他受伤很严重吗 洪志廷现在到处追杀他 我们这里太显眼了 哈哈哈哈 林正希 你这条老狗 你胆子挺大呀 你想干什么 没看出来 这妮子还是先天灵运双修到底 难怪这小子年纪轻轻的就有这么大修为 原来是怕这女人身子得到的 任大师 你看上这女人了 好 我现在就把她抓回去 今天晚上洗干净了 就送你房间 我余毒未尽 还需要再调理几个 混蛋 就算是死 也不会跟你们走的 雪儿 还是个烈女 如果用墙 只怕会损了灵运 也换了老夫的道心 谁呀 安排下去 三天之后 八台大叫 明媒正 好 恭喜任大师 贺起任大师 这两个畜生 我看就是什么狗屁大师 一把年纪了 还想娶我的女儿 你这是天不至迟 林老狗 任大师看上你闺女 是你的佛姐 抓紧先把苏承宇交出来 再准备婚礼 或许 我会考虑 留你林家一条活路 谁先害你的活路 要杀就杀 费那么多话干嘛 行儿 要想动我的女儿 除非 除非你从我尸体上发过去 爸 爸 放开我 爸 公之下去 三天后 任大师和林出雪 成婚 哥 你终于醒了 我就是在哪儿 林家助我们逃了出来 这里 是你之前修炼的一个地方 我要去救许姨 哥 哥 你现在去 不就是在送死吗 我要去救你 哥 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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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逃出去 帮我们报仇 人呢 你们上当了 苏承宇根本不在这里 小春 时间 天真 给我追 是 宋小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追 追 人呢 苏承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兄弟们 搜紫戏了 我先说了 谁能把苏承宇带回去 就傻尽千万 这可是我们翻身的机会 走 别出事 我是周杰白 救你的 跟我走 快走 宋小姐 快坐下 周航长 人物已经给你带来了 您答应我的钱呢 红爷那边 可是赏金一千万 这是两千万 兄弟啊 多谢 谢谢 周航长 两千万 周航长 你 苏承宇 身外之物不必介意 这是拍卖会拍到的名贵药材 你好好养伤 三天时间 三天 红阵听说了 三天以后 人千重要迎娶您出血 伴娘是苏孝孝 许兰之 什么 这里很安全 你好好养伤 保命最重要 这样 你先休息 我去安排一下 雪姨 初雪 孝孝 我一定会来救你们的 早知道这个老家伙 对劲 总算让我抬头 修炼 你必须要修炼 尽快恢复伤势 提升境界 来不及了 没时间了 不行 你血周的副作用 还有那把剑的剑气 残留在我体内 起来 速水 起来 这是夜夜的 风月花鸟图 这是 血泪为莫 痴心作弊 承云 想来你是遇到大危机了 此法名为修炼神煞宫 可助你翻身脱困 但此宫凶杀 需小心谨慎 切记 切记 修炼神煞宫 再凝聚天地灵气 重新助练我的鸡海经脉 这是 多了一粒煞气 小子 终于落在我手里了吧 小子 终于落在我手里了 周家旧永恩 我不想上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留上 周哥 听说这小子 一人挑战高手榜十大总使 在高手榜上赔没第一 我们 马上不是对手 要不我们还是给红爷发信息 让红爷自己来吧 你猪脑子 把人交回去就有千万赏金 只传消息毛都没有 况且他现在身受重伤 只剩半口气 现在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真要是有杀人的本事 还用得着我们在这里跟他聊天吗 上 独手 你 你这逆子啊 敢对苏晨一打不敬 我打 老东西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你把本该属于我的人 全花在这小子身上 到底他是你儿子 还是我是你儿子 你水之恩当永泉相报啊 苏晨一对我有救命之恩的 既然你不拿我当你儿子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你这一把年纪 你早该死了 这苏晨一 苏晨一 动手啊 你们愣着干什么 快给我弄死他 只要弄死他 继承断的遗产 找不了你们好处 快呀 我 我 逆子 你这是要是父啊 招手 誓死之声 你一句话 我 这种逆子 死不足心 这苏晨一 他 放心吧 我没下杀手 我只是用手段 吓唬了他一下 你把他带回去吧 该如何处置 你这个做父亲的 他心绝对 多谢苏晨一 苏晨一 你伤好了 好了 三天后 不用三天 从现在开始 我要把洪晨廷的尸体 连根把自己 那小子已经死了 收起你那吓唬人的把戏 他若死了 你会带他尸体过来的 还是你了解我呀 不过你想想 从这么高的山崖掉下去 还能活吗 从山崖上掉下去 能不能活我不知道 但我清楚 你一定没找到他 鸭尖嘴笔 红爷 不好了 有人砸了我们在城堂的藏口 王哥 我听说红爷发布悬赏令 只要抓到那个叫苏成宇的 就能得到奖金一千万 是不是真的 红爷的话还能有假 你想帮忙运气 我就是好奇 我以前跟苏成宇一个小区的 那小子就是个上门女婿 活脑肺 天天被老婆骂得抬不起头来 这种人也值一千万 那天我可是在现场 亲眼看到苏成宇连斩四名宗师呢 差点连红爷都 你懂个屁 那不过是红爷 导的一出戏而已 逗人玩的 逗人玩 许南枝知道吗 红爷的女人 他和苏成宇有一腿 红爷才导的这出戏 只有让他看到希望 才能让他泄入最深的绝望 你们不懂 红爷就喜欢这样玩 不愧是红爷 那苏成宇 独半已经被红爷抓到了 就他一个废物坠序 真以为能翻得了天 谁是王金元 你小子谁啊 敢来红爷的场子闹事 苏成宇 是你 我闹的就是红振亭的地盘 谁给红振亭卖命 我就杀死我了 成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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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这么说啊 切真完全 我当时就在现场 那人凶才无比 那你怎么还活着 我 那小子还活着 还得请任大师您住手啊 我要修身养性 安养心脉 方能在大婚之日 将这双修倒体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 也许能借着这份机缘 打破多年的稚骨 突破到那传说中的 阻击境界 难道就放任那小子 上蹿下跳吗 他中了我一剑 即便是侥幸苟活 实力也是百不存一 不足委屈 那倒也是 他女人还在我手里 要是完全恢复 他早就打上门来了 他现在四处挑衅 不过是强弩之末 垂死挣扎吧 把省金提高到两千万 在高手榜找些好手 把他给我转回来 是 周叔说 红震廷手下有三大手里 只要将他们都干掉 红震廷就成了光杆私立 果然 这修罗神煞宫是一门沙谷 精力的战斗越多 体内的煞气就越强 煞气会不断提升我的势力 但煞气越强 心神就欲不稳 爷爷之前不告诉我 建门工法 想来就是这个原因 但现在确实挂不了那么多了 必须尽快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吴明清 出来受死 熟成女 没想到吧 你以为我是害怕躲起来 其实我是故意示弱 迎你出来 关门打狗 我确实没想到 你这条狗 会把自己关起来挨打 嘴还挺硬 给我上 你 这小子不是受了重伤 怎么还这么能打 周大师 张大师 现在就靠你们了 只要你们二位诛杀死人 这两千万的赏金 就都是你们的了 另外 我再加一千万 一千万 说真的 今天早上刚抢的 有个新来的矿场老板 不懂规矩 拒绝上贡 我只好自己去取了 吴明清 你强取豪夺 我怕遭天谴了 我跟了红爷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什么天谴 反而吃香喝辣 快活是神险 杀人放火 金腰带 羞翘补路 无事来的道理 你懂吗 今天 我就是你的天谴 上 杀了他 苏先生 这箱子里的钱 一千万 都是你的了 你放过我吧 要是不够 我再给你拿两箱 就这点 还有更多 我再带你去取 这么多 都在这里了 你们到底吸干了多少家庭的血 喂 周叔 我这儿有一笔钱 想捐出去做慈善 你 大概几个亿吧 几亿千金 就这么被他抢走了 废物 洪震廷 我第一次看你这种表情 真是精彩 气急败坏了 急了 你再废话 我现在就杀了你 想杀便杀 反正我看上的男人 会替我报仇 你给我疼着 总有一天 我让你青年看见 他死在你面前 宣赏金提到五千万 杀苏成渝者 许他地位仅次于我 万万人之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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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葬的奶茶钱 你给我结了吧 我明天必须得交学费 不然会不会退学的 鬼别 今天老板在 有大事 哥 哥 你别走 哥 求求你了 哥 哥 你别 小妹妹 你这卖奶茶 才赚几个钱 这样吧 不如去陪课 我保证只要一晚 就能把学费凑齐了 我不 我不能去 不卖怎么赚钱 难道你想回那个山嘎廊 你应该是第一次吧 便宜了别人 不如便宜我 这样 等一会大事办完 你今晚过来陪我 四年的学费 保护身上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大事 杀人 杀谁 杀我 哥 别杀我 我这是个跑腿的 把钱拿出来 滚 谢谢哥 这些钱够小学费了 不用了太多了 剩下的去当我买一杯热奶茶 等一下 给 再见 很热闹闹吗 接着坐月 接着我 你不用报警了 我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对了 奶茶很好 废物 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 连一个受众伤的 残屈人都搞不定 召集所有人 把伤劲提高到一个亿 一群杀了他 都哑巴了 快去啊 你还不明白吗 你已经没人了 你说什么 你的三大首领接连被杀 所有堂口都被调翻 在整个临江都知道 苏承宇会把你手下的人全杀了 谁还敢跟着你 是大宗师呢 把他们所有人都叫来 红颜 高手榜上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原封 原封 红颜 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你身边不能没有人 给我来 不是告诉过你 打婚之前 不要来打扰我吗 任大师 任大师 我实在没有办法 苏承宇这小子 肆意妄为 胆大包天 求您出手相助啊 红兄 你这样的表现 会让上面很失望吗 任大师 你若不出手 苏承宇那小子 明天肯定会出现在婚礼现场 困坏你的计划呀 好吧 看在你我相识多年 老夫就再帮你一把 此剑 因为鱼长 是我的灵气飞剑之一 暂戒于你 足以杀了那小子 多谢任大师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 打扰明天婚礼 月峰 你去杀了苏承宇 条件随便你开 即使要我的位置 我都让给你 爷爷 我参悟了风月花鸟图的秘密 学了修罗神煞工 这几天 我杀了很多人 不过 他们都是该死之人 接着借过煞气 我已经突破到 练气最高境界 练气七层 爷爷 我会亲手 去把属于我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 爷爷保佑我 你怎么会有灵气飞剑 我是个剑客 自然什么剑都有 是那老头给你的吧 他怎么不自己来 他忙着和灵出血快活呢 没空来搭理你这个废物 别人他大欢 他肯定想借此稳固道心 顺应因果不会提前下手 信不信有你 我可是亲眼所见 那女人现在被任大师调教的浮浮贴切 欲娶欲求 任大师说了 杀你回去 也让我尝尝他的滋味 好强的杀气 两天不见 这小子变化这么低 简直像恶鬼无敌 我知道你想激怒我 让我露出破绽 你的目的达到了 怎么 还不懂少人有破绽 他身上一点破绽都没有 一旦出手 死的就是我呀 感谢你送来的灵气飞剑 这灵气飞剑的威力果然强大 我跟任千崇现在实力应该不相上下 但他销炼多年 手中恐怕不只有一把灵气飞剑 明天的对决 凶多几少 他在吸收我的灵力 叶峰只是幌子 这把灵气飞剑 才是任千崇真正的杀党 爷爷的机器 这是爷爷用的剑 猪血 好强盛的灵力 这是一把灵气飞剑 爷爷 你懂得那么多 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修仙者 以前是 那你给我讲讲 修仙者之前都干些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修仙者唯一的使命就是斩妖除邪 妖邪 世界上真的有妖邪吗 以前是有的 现在为什么消失了 我曾有一戒斩尽妖邪 林首富怎么会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 加给这样一个老头了 嘘 你不要命了 这个是任大师 任大师到底什么来头 也没听说过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听说 连红爷对他也是恭敬有加 这场婚礼还是他一手安排的 居然还有能耳红爷对头的人 这不可能吧 嗯 不会的 你可说这一手 怎么是 我可携手不了 快看 那可是能让红爷给他当司机的大人物 是啊 这是什么来头 没幸福 任大师 早点派去杀苏承宇的人 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恐怕凶多吉少 我知道 他已经死了 那今天岂不是 苏承宇也死了 任大师真是神机妙算 在下佩服 好了 今天是我大喜之 要聊聊这些小事 都准备好了吗 万事俱备 任大师 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对赵叶玉狮子 一点心意 祝您新婚大喜 任大师 这是产自龙虎山巅的太平龙葵 一点心意 祝您新婚快乐 好 多谢 时间差不多了吧 那就进行下一个环节 好 吉时已到 婚礼正式开始 等等 苏承宇 他不是死了 怎么还活着 承宇 哥 任大师 怎么会这样 竟能从渔长沙阵中活下来 这小子 看来是有奇遇 一个漂亮小丑 你们在怕什么 这几日我只是筹备婚礼 懒得出手 任大师说的对 苏承宇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雾门 你闯进来 你是找死 我不是来找死 我是来送礼 你送什么呀 送礼 上路 跪去 该跪下的是你 天哪 他把任大师打倒了 这小子今天比大师还厉害 这几天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对不起 我来玩了 诚意小心 好小子 我佩服你 短短三日 不但养好了伤 还将自己的境界 提升到了炼气七层 老夫不得不佩服 你是个天才 不过 你赢不了我手里这把剑 今日我就用他杀了你 娶了你的女人 夺了你偷天的运势 诚意快跑 快小心 大师 灵气飞剑 我也有 灵气 徐修仙这自身 精气几连 持续多年 才有可能获得 短短三天 你从哪得到的 我的修为和我爷爷 一脉相承 他的剑 我自然能用 你是谁 任大师 他爷爷 叫苏北明 就是本地的一个老中医 早就死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苏北明 苏北 难道是明尊 多年前 与妖王同归于尽 不是已经陨落了吗 怎么可能会再战 难道 朱邪 果然是明尊的剑 这 这明尊 到底是谁啊 绝世的修行天才 十岁练气 二十岁 就达到了传说中的 助击境界 以一己之力 斩尽妖邪 随后又迅速隐灭 当年所有人都以为 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 他竟然跑到林江来了 还取其生死了 爷爷的过去原来是这样的 二十岁住期 而我二十岁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修炼 不 不是爷爷不愿意叫我 而是他为我铺了一条 更平坦宽阔的路 十年莫见 一招入道 我这把诸邪剑 奸铁就来诛杀你这个祸害 贤侄 这是一场误会 当年 明尊游历四方 我和他相识 我们还败了靶子 我爷爷 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兄弟 千真万确 我要是知道 你爷爷是北明 说什么我也不会难为你 这两个女人 我没有动 完毕归赵 咱们 休战 如何 任大师 这小子恨我入骨 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你做恶多端 死有余辜 好贤侄 只要你一句话 我可以马上杀了他 如果你想亲自动手 我 绝对不会拦着 请 任大师 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怎么这么绝情 洪震婷 你也有今天 你 你 你 哥 小心啊 你竟然不上灯 从你对我的女人动心思开始 我们之间就只有不死不休 好 既然如此 老夫也不讲道义 你对他做了什么 迷魂毒魄 他现在是我的仆人 你居然修理邪术 你手中的朱协剑 最能克制邪法 你现在可以一剑杀了这个女人 你倒是动手啊 小子 你敢断了我的赤修剑 今天 就算是舍了这难得的双修道体 也要娶你狗命 苏长宇 破 这是什么解法 我竟然破不开 快 小子 我用法术让他给我生命相连 我死了 他也得死 解开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来呀 来呀 你杀了我呀 哥哥 许一 许一 小子 你敢断了我的赤修剑 今天就算是舍了这难得的双修道体 也要娶你狗命 苏承宇 这是什么解法我肩跑不开 快 小子 我用法术让他给我生命相连 我死了 他也得死 解开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来呀 你来呀 来呀 你杀了我呀 哥哥 承宇 有毒 这发灵气短刀 叫蛇牙 旗上有蛇毒 一旦中就算是修仙者也无药可救 哥哥 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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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看着你心爱的女人一个一个的死在你面前 还有一事 给我杀 投尺 许一 许一 乃 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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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破了我的法术 杀气 还有杀气破了我的法术 这么恐怖的杀气 简直就是 修罗 雪衣 雪衣 索长爷 我要你看着你心爱的女人 一个一个的死在你面前 还有一事 给我杀 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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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破了我的法术 杀气 还有杀气破了我的法术 这么恐怖的杀气 简直就是 修罗 雪衣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不怪你 是那老头的错 别担心 没事了 雪衣 不用担心了 我哥很厉害的 他能保护我们 但是 我看成语的状态不太对劲 好像变了一个人 你说该不会 是啊 我也感觉不对劲 赶紧追上去看看 嗯 只差一点 我就可以突破到助击境界 我绝饶不了他 修罗是吧 还敢追 上当了 看来对付修罗这个丧尸神智的触破 你蹊跷迷滚阵 我真管用 苏承宇 你现在就是我的奴仆 跪下 哈哈哈哈 修罗又如何 不是一样要跪在老夫的脚下 雪衣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不怪你 是那老头的错 别担心 没事了 雪衣 不用担心了 我哥很厉害的 他能保护我们 但是 我看成语的状态不太对劲 好像变了一个人 你说该不会 是啊 我也感觉不对劲 赶紧追上去看看 嗯 只差一点 我就可以突破到助击境界 我绝饶不了他 修罗是吧 还敢追 上当了 看来对付修罗 这种丧尸神智的触破 奇巧迷魂阵 我真管用 苏承宇 你现在就是我的奴仆 跪下 哈哈哈 修罗又如何 若是一样要跪在老夫的脚下 不过这一身杀气 确实狂 若是能将其化为己物 习魂局 怎么会是这样 他要羞弱杀气虎 而且刚刚成为奴仆 你事上 尚有一丝抵抗 老夫草率了 行 那就先彻底磨灭你的意志 如常瑜 老夫会先行赶到临江边 我命令你 三败九寇 穿过临江城 来找我 是 承宇 你在干什么 任欠虫呢 苏承宇 哥 哥 你怎么了 我的劲 他像是被蛊惑了 跟你之前的状态一样 是任欠虫的手段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是苏北明的孙女 快想想 你爷爷有没有教过你 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 办法 办法 爷爷当时说过一个 但是 别淡事了 你快说呀 我和这一身杀气 确实狂 若是能将其化为己物 吸魂绝 怎么会是这样 他要羞弱杀气虎 而且刚刚成为奴仆 你事上 尚有一丝抵抗 老夫草率了 行 那就先彻底磨灭你的意志 祖畅宇 老夫会先行赶到临江边 我命令你 三败九寇 传过临江城 来找我 是 成语 你在干什么 人牵虫呢 苏成语 哥 哥 你怎么了 不对劲 他像是被蛊惑了 跟你之前的状态一样 是人牵虫的手段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是苏北鸣的孙女 快想想 你爷爷有没有教过你 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 办法 办法 爷爷倒是说过一个 但是 别淡事了 你快说呀 那不是新晋升的 十大宗师的苏成语吗 怎么变成这副样子 肯定是因为得罪了红叶 红叶已经死了 现在掌管临江的是 人牵虫任大师 苏成语这副样子 就是因为任大师的命令 他成了任大师的奴仆 苏先生 苏先生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上 赶紧来一下苏先生 是 苏先生 让开 苏先生 是我呀 是我呀 苏先生 苏先生 爸 快想想办法呀 人牵虫的方向 应该是林匠边 前阵子 人牵虫也去过那里 还布下了一个阵法 什么阵法 那他一定是让害我哥哥 不行不能让我哥去的 可谁能拦得住苏先生吗 拦不住 我们尝试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 杀掉任前冲 那不是新晋升的 十大宗师的苏成语吗 怎么变成这副样子 肯定是因为得罪了红颜 红颜已经死了 现在掌管临江的是 任前冲任大师 苏成语这副样子 就是因为任大师的命令 他成了任大师的奴仆 苏先生 苏先生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上 赶紧来一下苏先生 是 苏先生 让开 苏先生 是我呀 苏先生 苏先生 爸 快想想办法呀 我现在去的方向 应该是林江边 前阵子 任天虫也去过那里 还布下了一个阵法 什么阵法 那他一定是让害我哥哥 不行不能让我哥去的 唉 可谁能拦得住苏先生 拦不住 我们尝试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 杀掉任前冲 既然来了 何必藏头缩尾 出来吧 任大师 任大师 洪振平已经死了 我们愿意把林江所有的一切 权力 金钱 都献给你 只求 你能放过成语 一件女流 敢跑过来跟我谈条件 蓝色是不错 蓝色是不错 但这是权力和金钱 如果我想要点别的呢 比如 你 我愿意做你的女人 就你这雍之族粉 也配做我的女人 我要你做我的狗 我答应你 任大师 我什么都愿意做 果然不出所料 东手 你与同样的招数 会再中第二次吗 任前冲 赶紧放开喜小姐 不责 你将死无责持之地 就凭你们 苏承宇 这 我杀了他们 既然来了 何必藏头缩尾 出来吧 任大师 洪振廷已经死了 我们愿意把林江所有的一切 权力 金钱 都献给你 只求 你能放过成语 一件女流 敢跑来跟我谈条件 胆色是不错 但只是权力和金钱 如果我想要点别的呢 比如 你 我愿意做你的女人 就你这雍之族粉 也配做我的女人 我要你做我的狗 我答应你 人大师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认不出所料 东兄 你与同样的招数 会再中第二次吗 任天冲 赶紧放开喜小姐 不责 你将死无责持之地 就凭你们 苏承宇 这 我杀了他们 他已经中了我的奇小迷魂阵 一路三百有寇 找回来 尊严尽尸 仅升的一只眼 已经彻底被磨灭干净 现在的苏承宇 就是一只傀儡 一条废狗 苏承宇 我求求你了 你快醒醒吧 哥哥 你说过要保护我们的 快醒醒啊 别白费力气了 在他眼里 你们三个女人 路边的石头 没什么区别 你胡说 不信你可以遗失 苏承宇 把他们给我丢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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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苏承宇看好了 我在玩弄你最心爱的女人 如果你是真的在乎她 该不会无动于衷吧 你们看好了 苏承宇又是个最大的笑话 当年苏北明给她留下那么多东西 她依然是个废物 软蛋 被人戴绿帽子的乌龟 苏北明如果全下有之 我只该作何干笑 啊 人间冲 你才是个废物 她已经中了我的奇巧迷魂阵 他已经中了我的奇巧迷魂阵 一路三百九寇 找回来 尊严尽尸 紧生的一只银已经彻底被磨灭干净 现在的苏承宇又是一具傀儡一条废狗 苏承宇 我求救你啊 你快醒醒吧 哥哥你如果要保护我们的快醒醒啊 别白费力气了 在她眼里你们三个女人路边的石头 没什么区别 你胡说 不信你可以遗失 苏承宇把他们给我丢过来 祖少语看好了 我在玩弄你最心爱的女人 如果你是真的在乎她 该不会得动于衷吧 你们看好了 苏承宇就是个最大的笑话 当年苏北明给他留下那么多东西 他依然是个废物 软蛋 被人戴绿帽子的乌龟 苏北明如果全下有之 我只该作何感想 人间冲 你才是个废物 你还敢嘴硬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酒店 苏承宇把你打得落花而逃 像一只丧家犬 现在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以谋诡计 你狂吠什么 再说一遍 说你是个废物 丧家犬 废物 垃圾 你连五哥一个手指头都不如 有本事 你就放了承宇 你看他们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你们不会以为 这样我就会中了你们的激将法吧 既然你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我要让你死在 你心爱之人的手下 苏承宇 给我杀了他 承宇 快动手 徐一 不要 不要用那个方法 别淡湿了快说呀 爷爷曾经说过 真爱之人的心头血 可以破除 救星者的心头魔杖 过去能唤醒一些神志的 心头血 是爷爷很多年前 给我讲的故事里提到的 不一定准确 我也记不清了 不然我们还是先想别的办法吧 先想别的办法 实在不行 只好 爸 他是故意的 这小子要紧了 你还敢嘴硬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酒店 苏承宇把你打得落花而逃 像一只丧家犬 现在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以谋诡计 你狂飞什么 再说一遍 说你是个废物 咋家犬 废物 垃圾 你连五个一个手指头都不如 有本事 你就放了承宇 你看他们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你们不会以为 这样我就会中了你们的激将法吧 既然你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我要让你死在 你心爱之人的手下 苏承宇 给我杀了他 承宇快动手 雪衣 不要 不要用那个方法 别淡神了快说呀 爷爷曾经说过 这爱之人的心头血 可以破除 修行者的心头魔杂 过去能唤醒一些神志的 心头血 嗯 是爷爷很多年前 给我讲的故事里提到的 不一定准确 哎呀我也记不清了 不然我们还是先想别的办法吧 先想别的办法 实在不行 只好 爸 他是故意的 这小子要醒了 你终于醒了 别说 你现在需要休息 你 你确实醒了 哥 刹那 你怎么才醒 对不起 是让你们受委屈了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所受的屈辱 我会千倍万倍的讨回来 好恐怖的烧气 这小子不禁摆脱了 我的七小迷魂阵 还在修罗状态下保持神志清醒 他现在的境界 不怕已经超过了炼击七层 受死 受死吧 雪月 你就不过你女人的死活了吗 我有法术 把我们两个的性命相连 同生共死 让你解开 不然我马上杀了你 杀了我 杀了我 我们两个一起死 黄泉路上 我还能和他亲热 亲热 你终于醒了 别说 你现在需要休息 你 你终于醒了 哥 刹那 你怎么才醒 对不起 让你们受委屈了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所受的屈辱 我会千倍万倍的讨回来 好恐怖的杀起 这小子不禁摆脱了我的七脚迷魂阵 还在修罗状态下保持神志清醒 他现在的境界 不怕已经超过了炼击七层 受死吧 雪月 你就不过你女人的死活了吗 我要法术 把我们两个的性命相连 同生共死 让你解开 不然我马上杀了你 杀了我 杀了我 我们两个一起死 黄泉路上 我还能和他亲热 亲热 承议 我好冷 雪月 这一剑 我只是重伤 但 他一句凡人之趣 也是扛不住要死了 祖长鱼 你这个废物 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趁现在偷袭 不 还有更保险的办法 废物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心爱的女人 死在自己眼前吗 老夫不放赔了 来日再来娶你狗命 雪月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 她真是在 哥恐怕是在用灵力 帮雪月强行寻命 我听我爷爷提起过 但是 这种方法是最不合适的了 会耗费大量的灵气 可是 可是雪月伤的实在是太重了 你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还好人前床走 她如果趁这个时候偷袭 呸呸呸 乌鸦嘴 别打扰哥 你治好了吗 大概差不多吧 剑声是治好了 您在身上所中的咒术无法解开 她的命时空和人情中绑在一起 等等 这股奇迹是 尝语 我好冷 雪月 这一剑 我只是重伤 她一句凡人之趣 也是扛不住要死了 祖尝语 你这个废用 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趁现在偷袭 不 还有更保险的办法 废物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心爱的女人 死在自己眼前吗 老夫不放赔了 来日再来娶你狗命 雪月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 她这是在 哥恐怕实在用灵力 帮许一强陷下训命 我听我爷爷提起过 但是 这种方法是最不合适的了 会耗费大量的灵气 可是 可是许一伤的实在是太重了 一直都用这种方法了 还好人前冲走 她如果趁这个时候偷袭 呗呗呗 乌鸦嘴 别打扰我哥 你治好了吗 大概差不多吧 今生是治好了 人在身上所中的咒术无法解开 她的灭始终和人情中绑在一起 等等 这股奇迹是 哥 小子 你太嫩了 为了救一个女人 好尽灵力 浪费一身大好的修为 索正月 你真是不折不扣的废物 住手 你说 我们的命是连在一起的 你要动它 那我就自杀 有胆子 你就试试 许一 就你这条贱命 还敢用来威胁我 你才是贱命 不可能 刚才为了救它 已经耗尽了灵力 怎么还有理解 这个磅礴的灵力 能说你之前 是为了隐藏实力 难道你 你不是炼气精 谁告诉你 我是炼气精 你出记了 正是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刚入修罗的时候 只有炼气气层 怎么可能一下子 突破铸击 真爱之人的心头戏 获出魔障 念头通道 自在极 成睁眼修罗 方入铸击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 是你 扰心获得 哥 哥 小子 你太嫩了 为了救一个女人 好尽灵力 浪费一身 大好的修为 左掌月 你真是不折不扣的废物 住手 你说 我们的命是连在一起的 你要动它 那我就自杀 有胆子 你就试试 你 就你这条贱命 还敢用来威胁我们 你才是贱命 不可能 刚才为了救它 已经耗尽了灵力 怎么还有理解 这个磅磅的灵力 能说你之前 是为了隐藏实力 难道你 你不是炼气精 谁告诉你 我是炼气精 你主机了 正是 我看哪 这绝对不可能 你刚入修罗的时候 只有炼气七层 怎么可能 一下子突破主机 真爱之人的心头戏 破除魔障 念头通了 自在极异 成睁眼修罗 放入主机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 是你 找心获得我 苏爷爷 我是飞勇 无助口不容 你饶了我吧 这话 你不该对我说 顾奶奶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可无者来 我诸口不容 成语 快杀了他 这人多看两眼 都觉得恶心 我死也要拉个电背的 这活蛋终于死了 许一 不好 有声未雨 又添心伤 勉强不好的伤口又裂开了 而且这是朱协剑的煞气 哥你去哪 找个灵气充沛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回来 把他治好我就回来 许一 我希望你喜欢好 不要怪我 有主张 苏爷爷 我是飞勇 无助口不容 你饶了我吧 这话 你不该对我说 顾奶奶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可无者来 我诸口不容 诚语 快杀了他 这人多看两眼 都觉得恶心 我死也要拉个电背的 这活蛋终于死了 许一 不好 又生未雨又天心伤 勉强不好的伤口又裂开了 而且这是朱协剑的诈气 哥你去哪 找个灵气充沛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回来 把他治好我就回来 许一 我希望你醒来好 不要怪我 自作出场 诸位 今天是值得清和的日子 因为盘踞林江多年的恶虎 洪震亭以及他身后的人天虫都已经死了 来 干杯 先知道这几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敬了我们不醉不归 洪震亭盘踞林江这么多年了 这是乌云比日民不聊生 苏先生一箭筒开了乌云 我们是重见天日 是啊 所以这杯应该敬苏先生 是他杀死了洪震亭以及他身后的人天虫 不过苏先生人呢 那天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该不会受伤出事了吧 说什么呢 苏承宇仍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 苏先生还没回来吗 我哥说他要把许一给治好才回来 但这一会儿都好多天了 要么我派人找找他 不用 还是不要打扰我哥吧 放心吧 苏先生医术过人 肯定没问题的 苏先生把我治过以后 我不但病好了 感觉啊 年轻了二十岁啊 哈哈哈哈 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练习三层 太慢了 你可是一开始就有修罗煞气助力的 那还得看天赋的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妖孽啊 听闻将北有妖邪出没 我要去 我也要去 诸位 今天是值得清和的日子 因为盘踞临江多年的恶虎 洪震亭以及他身后的人天虫都已经死了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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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智的这几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尽了我们不醉不归 洪震亭盘踞临江这么多年了 这是乌云比日民不聊生啊 苏先生一箭捅开了乌云 我们是重见天日啊 是啊 所以这杯应该敬苏先生 是他杀死了洪震亭 以及他身后的人天虫 不过苏先生人呢 那天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该不会受伤出事了吧 说什么呢 苏承宇人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 苏先生还没回来吗 我哥说他要把许仪给治好才回来 但这一会儿都好多天了 要么我派人找找他 不用 还是不要打扰我哥吧 放心吧 苏先生医术过人 肯定没问题的 苏先生把我治过以后 我不但病好了 感觉啊 年轻了二十岁啊 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练习三层 太慢了 你可是一开始就有修罗煞气助力的 那还得看天赋的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妖孽啊 听闻江北有妖邪出没 我要去的 我也要去 声音乐 不听闻江北有你 自己来一样的 那个 我